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1086集 白珍珠搞这么一出,夏小兰也想象不到 她能把白珍珠带入生意场,之后怎么发展,并不会全按照她的想法来 一个人经历都这么多了,想法和行为总有改变 夏小兰也不知道这种改变是好是坏 她唯愿白珍珠不会丢了本心 她要是早点说,我就把金沙石的剑渣交给她做了 这下却便宜了黑熊 夏小兰回京两天 康伟专门打电话和她说白家的事 夏小兰还担心白志勇会和柯一熊起冲突 没想到最后会用这种方式解决 柯一熊被白珍珠抢生意,也活该 谁叫她臭嘚瑟 人有亲疏远近 夏小兰显然是站在白珍珠这边的 白珍珠还搞建材店 却已经想跳出建材这一行去做别的生意 但总体来说,她要做的运输和彩沙场 还是建筑业相关,也算是资源利用 这下白珍珠借的二十万,夏小兰不仅马上要还她 少不得还要反过来借点钱给白珍珠 白珍珠要做别的生意,夏小兰可不是嘴上说着支持 但是,康伟有点羡慕 嫂子,你说我能干点什么呀 建材店的股东人人都有主业 建材反而成了副业 刘永做的装修,夏小兰搞房产开发 白珍珠也要自立门户 少光荣的心思本来也不在做生意上 就剩下个康伟自然会迷茫 怎么,你觉得做建材没有挑战性吗 现在呢,才两家店 鹏城的市场都不能占有 全国还有那么多地方 做建材是真的很赚 能把建材做好了 康伟根本不会缺钱 他就是看人人都有了想法 自己不折腾下不舒服 康伟支支吾吾的,夏小兰叹气 唉,我懂你的意思了 其实这事吧,我想过两年再提的 既然你现在有心思要搞自己的事 那我就提前说了 做生不如做熟 我们一群人做来做去 其实都在住这一行打转 你看公阳给人画的装修方案 灯具和地板地砖包括墙布都有现成的 家具呢,却要找木匠照着图样打 市面上现有的家具 已经配不上公阳的装修了 你家里也装修过 你看床和柜子哪个不是定做的 如果你有心,可以考虑搞一个家具厂 生产款式好看的家具 机装再洋气,家具土土的也配不上了 夏小兰早就对现在市面上有限的家具款式意见很大 从桌椅板凳到床 衣柜沙发 质量是有保证的 说不定用十年都不坏 款式在现在大部分人看起来没问题 衣柜箱菱形玻璃镜片是现在的主流呢 夏小兰看着红红的黄黄的两大主要家具色系 非常不满意 装修偏西化 是未来几十年的主流 中间东方传统风格的装修曾经流行过 很快又被主流打倒 东方元素很好看 夏小兰自己也喜欢 但要是和现代家具搭配 要求业主和设计师都有极高的情趣审美 水泥房子里放着雕花的家具 夏小兰并不认为是好看 指望着别人去生产 还不如让自己人干 开家具厂 这个比装修公司更有前途 人们愿意花钱装修自己的房子 而不是国家分的房 但不管住哪种房子 家具得自己买吧 结婚的年轻人 买新床和新衣柜是必需品 把老式的板凳换成沙发 把硬板床换成床垫 社会要发展 新式家具淘汰旧家具是大趋势 夏小兰一说 康伟就动心了 他二叔和他谈过 意思是宁坐鸡头不当凤伟 虽然很欣赏夏小兰 却不愿意她跟在小兰嫂子后面 捡献成的 说什么格局太小 做生意也没出息 康伟当时反驳了二叔 但康联明多会蛊惑人心啊 说的话反复在他脑海里回响 小兰嫂子总不能一直拽着他走啊 他一个大男人 开始靠成子哥拉吧 现在成子哥收手不干香烟生意了 又厚着脸皮靠成子哥媳妇拉吧 康伟是挺没脸没皮的 可有了喜欢的人 男人总想自己做出点名堂来 给心上人看看 白珍珠不也要单独搞自己的生意了吗 大家还一起做建材 朋友间的情意不会变 但康伟不想被其他人甩太远 他这个电话和夏小兰聊了一个多小时 电话听筒都发烫了 还舍不得挂断 还是夏小兰提醒他还有课 康伟才一一不舍挂了 他自己琢磨了一晚上 干脆也跑回京城 找他二叔康联明商量 康联明看他在椅子上扭来扭去 没个正形 看着是真的眼睛疼 以前是想让康伟活得自由自在畅快的 根本没有严厉管过 现在再去说侄子这坐姿 都二十多岁的人还管得过来吗 你怎么想起来做家具厂了 我听夏小兰在鹏城拿地盖房子 你就没有想法 康伟也很眼红 他知道 只要他叔叔帮他 鹏城拿不到地 没准能在其他地方 也像夏小兰那样操作 但仔细考虑过 康伟对自己的本事心里有数 搞房地产开发太惹眼了 一拿地必然引起关注 那同僚如何看待他二叔呢 也不一定是盖房子卖才赚钱吧 卖瓷砖不也挺有意思的 康伟还是喜欢低调点 闷声发财更适合他 算了 搞房地产不适合我 我又不是学建筑的 对修房子没兴趣 我觉得搞家具厂 一定也挺赚钱的 你还是听夏小兰说的吧 一个大男人 被人牵着鼻子走 嘴上这样说 康连明其实并不生气 康伟并不是顶聪明的资质 但康伟有自己的优点 他对各种规则 有敬畏心 觉得超出自己能力的事 干脆就不去干 倒腾香烟赚钱吧 周成一说收手 康伟愿意听周成的判断 也就跟着收手 夏小兰让周成在京城多买房 康伟也跟着买了一些 但夏小兰要搞房地产 康伟就不敢跟着动 能力不够还要掺和 那不是硬生生拿 康家的脸去刷吗 夏小兰有那个本事拿地 康伟要是一拿地 给他二叔造成的影响 太不好了 到底不是自己亲爹 康伟不好意思坑叔 他这个大院子弟 活在规则内 轻易不愿意超脱规则 这种自知之明也是优点 和康伟一样大的年轻人 大部分年轻气盛 觉得自己有背景 动不动就有 要和太阳肩并肩的野心 幸好康伟不是那样 听说他想做家具厂 这是踏踏实实的实体经济 低调不引人注意 规模大了 未必就比谁差 康连明心里 其实很满意